哈囉大家好 繼上次的Daydream專輯呢 接下來要開箱 也是我最喜歡瑪莉亞凱莉專輯其中之一的 Butterfly 那其實這張專輯呢 它是復刻的 就我所知說兩個版本 就是黑膠 然後一個就是Urban Outfitters的 金色的彩膠 那其實在之前 這張專輯發行20週年的時候 它已經就是有 有發行了一個圖片膠 這個我可能之前有介紹過 那這個在 現在市面上還有 然後價格也不貴 但是因為它是圖片膠 所以音質非常非常的糟 就當作是收藏吧 那這次呢 它的黑膠的部分 我一開始非常的期待 因為 我想說音質應該會非常的 會比圖片膠好很多 那事實當然是 沒說人的行為比較簡單 大概介紹一下 它的封面是長這樣子 硬的 很挺美的 然後背面 跟其他專輯一樣 它有一個Hyper Sticker 然後一個下載序號 然後專輯的內頁是長這樣子 歌詞跟一些圖片 然後黑膠是這樣子 如果你有買這張黑膠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張黑膠我大概 換了也是三次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它其實 就是所謂的魷魚片 你在聽的時候 你會有聽到一個 類似像Bass的聲音 會有一種持續性的一個 音音的一個 刮聲的一個 的一種雜音 我不會形容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裡面好歌真的好多啦 Botterfly Honey The Roof Frake Down 等等 那可是它這次黑膠硬的品質 真的是很糟糕 那網路上其實也是 罵聲於偏 所幸呢 這次 Urban Outfitters發行的彩膠 它硬的品質就 就我的狀況 就我的經驗是好 非常多 就是沒有那個 魷魚片的問題 雖然它定價貴了一點 但是至少有一個品質 比較好的 Botterfly的專輯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也是一樣有一個 Hyper Sticker 只是它設計有點不太一樣 是有點類似但它上面會放上Urban Outfitters的標誌 然後背面長這樣子 內頁都長得一樣 只是它的彩膠的部分呢 長的是 它是長這個樣子 我個人是覺得很美啦 因為我覺得 實體看是真的很美 因為它有一些紋路在上面這樣 可是照相照起來感覺很像是壞掉 壞掉的唱片 然後它的音質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的油畫 而且有機會的話 我反而會比較追Urban Outfitters的版本 好啦這是今天的開箱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